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陆奶奶现在八十六岁了 年轻时就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子 现在老了一点也不服输 经过来的女孩 经常不主管就出门溜达 陆奶奶的老伴秦爷爷 现在也是八十六岁 性格脾气和陆奶奶相反 她总喜欢一个人在太阳下坐着 没事看看报纸 听听收音机 很少出门溜达 人们都以为伸手矫健的陆奶奶 会更长寿健康 没想到从去年开始 陆奶奶逐渐表现出不对劲 她先是和邻居说 自己老伴好像出轨了 背着自己藏东西 又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能有个人照顾老伴就好了 子女来看望陆奶奶 陆奶奶竟然把小女儿认成了二女儿 还对她又打又骂 一家人都觉得陆奶奶不太对劲 准备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陆奶奶知道自己要去医院 说什么都不愿意 只说自己没病 等一会儿还要去上班 她要把贝壳材料准备一下 小女儿叹了口气说 妈 您都退休多少年了 早就不用去了 经过医生检查 一家人才知道 原来陆奶奶得了痴呆症 大家终于了然 怪不得性格脾气变了很多 还经常疑神疑鬼 老年痴呆属于隐匿起病的 呈慢性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疾病 老年痴呆的病因有很多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患者 有老年痴呆发病的倾向 比如有老年痴呆家族史 低教育水平 假装腺疾病 还有母亲的育龄过高或者过低 病毒感染 脑血管疾病 都是导致患者发生老年痴呆 脑萎缩的危险因素 通过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 老年痴呆的患者 有家族的遗传病史 是该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还有躯体的疾病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是 慢性的大脑处于缺血 缺氧状态 脑动脉硬化 也是发生老年痴呆的原因 其他的疾病 比如假装腺功能减退 癫痫等疾病 都是导致老年痴呆发生的原因 还有头部外伤 比如患者出现头部外伤 伴有意识障碍 颅脑损伤 也是发生老年痴呆的原因 老年痴呆的原因已揪出 无外乎这几点 机体衰老 随着机体衰老 人的大脑也会有不同程度萎缩 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脑容量不足了 对事情的记录处理能力就会下降 有的经过别人详细描述 能想起来 有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像这件事不存在一样 这也是在提醒大家 家里有80岁以上的老人 要多多关注他们的身体 尽防痴呆症来临 慢性病持续发展 心血管疾病对人体的伤害 是会持续的 即便吃药控制 也不会让血管恢复如初 而随着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 内皮受损程度加重 无形中都会增加大脑患病的风险 生活习惯不好 长期抽烟喝酒 喜欢晚睡 肥胖不爱运动 经常生闷气等等 都会加速大脑衰老 比如说睡眠不足 50岁后 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 要引起重视 而在世卫公布的痴呆症诱因中 运动不足和吸烟都上榜了 脑血管病 最常见的 有多发性脑梗死性痴呆 是由于一系列多次的轻微脑缺血发作 多次积累造成的脑实质性梗死所引起 此外 还有皮质下血管性痴呆 急性发作性脑血管性痴呆 可以在一系列脑出血脑栓色引起的脑足重之后 迅速发展成痴呆 少数也可由一次大面积的脑梗死引起 总之脑血管病也是老年痴呆较为常见的病因 遗传因素 国内外许多研究都证明 老年痴呆患者的后代有更多机会患上此病 但是其遗传方式目前仍不清楚 有人认为是显性基因遗传 有人则认为是隐性基因遗传 也有人认为是多基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这遗传作用可受环境因素和遗传因子的突变所制约 以致中断起遗传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老年痴呆属非遗传性疾病 如血管性痴呆与遗传物直接关系 其实早在确诊的34年前 你的大脑就给过信号 痴呆症来临的时间比你想得要早得多 衰老神经科学前言中的研究表示 其实疾病来的11到15年前志愿者 就出现了认知障碍迹象 只不过当时谁都没有把它和痴呆症联想到一起 如果以TAO蛋白升高的时间为准 那么时间可提前到34年前 也就是说 假如80岁以后痴呆症风险显著升高 那么我们在50岁甚至40多岁的时候 就可能出现大脑衰退变化 可惜的是 大脑的细微变化并不容易发现 被很多人忽视了 40、50岁的中年人 有以下几种饮食习惯 要尽快改 越早越好 荤素搭配不合理 肉食吃太多 肉食吃多或者吃少 都会增加大脑患病的风险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研究表示 加工类肉食会增加痴呆症的风险 腊肉、火腿、熏肉、烤肉、午餐肉 这些肉味道很好 但是要少吃 有害物质比较多 会加速脑血管老化 同时还会增加炎症因子 损伤脑细胞 不过 阿尔茨海默病期刊中的 一项研究也表示 65岁后的老人 肉吃得太少 也会增加痴呆风险 上下两个研究看似矛盾 但其实不矛盾 关键在于肉的种类和分量 中老年人必须要吃肉 但是优选白肉、淡类、天然加工的肉 而非加工肉 每天40到50克 对健康更有利 饮食中使用的添加剂太多 食品烹饪 食品烹饪少不了添加剂 合理使用 能提升食物的口感 但是过量使用 则有可能损伤脑细胞和神经 南宁市清秀区检察院 曾经办理过一个案子 某油条店生产销售的油条 硫酸铝案超标 这种物质 可以让油条 松软酥脆 但是长期过量使用 会导致铝在体内积蓄 出现铝中毒 甚至会影响治理 除此之外 阿斯巴田、黄油香精等 都可能对脑组织造成伤害 害怕生血糖 不敢吃主食 主食是日常能量来源 虽说身体也可以通过 脂肪、蛋白质功能 但那是在特殊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碳水才是功能的大头 占了近60% 如果不吃主食 你会发现自己的活动能力下降 还有点反应迟钝 就是因为大脑神经 得不到足够的能量 大脑对血糖变化很敏感 它需要消耗20%的能量进行工作 所以千万不能让它缺糖 衰老我们无法阻止 但是不良饮食习惯 却可以改变 既然知道这样的习惯 不利于大脑健康 那就要及时纠正行为 中老年人可以吃什么 可以吃鸡蛋 鸡蛋中的胆碱 能提升脑组织的记忆和许言能力 增强神经功能 还可以吃动物肝脏 大豆 牛奶 香菇 核桃 都含有对大脑有益的物质 当出现记忆力受损 经常迷路 情绪失控的症状时 要及时检查 可能是大脑给出的信号 希望你重视 可进一步检查 也可自我排查 做一做手指操 说一说绕口令 画一个时钟 看看自己能不能顺利完成 大脑是身体的指挥官 平时要积极用脑 多和人沟通 不要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